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十一的說話 我是Tony,今天會跟大家說回 剛剛踢完港會主場對李文的這場比賽 先說這場比賽之前,如果大家有看直播 都應該知道今天會是港會第一次在主場比賽 我自己以前做ELITE或者一些竹種比賽的時候 其實都去過港會場 印象中,球整的跟衣室真的挺舒服的 挺漂亮的,一定有熱水 不像康民處那些時有時無 大家今天看直播有的話都會知道比較窄 待會我們也會說到這場比賽 如何影響到李文今天進攻的發揮 張希賢就沒辦法了 那真是港會黑星,上季入兩球 今季又最後一刻,最後一射,搞定了港會 我覺得他也盡了自己所能 他已經很運用自己的地獄主場 我可以告訴大家 為何我覺得這是地獄主場 我們先看看兩邊的陣容 我先打開陣容圖 正選陣容方面,包括了門將廢查 青鷹杯不是出廢查的,今天就出廢查 然後是杜國良、溫進、積斯里、李小恆 上半場今天也挺涼眼的 蕭嘉明是罰球專家 很多罰球都處理了 李奧、佐馬士、福寶羅、塔哈比和隊長的非道化 李文方面,門將繼續是袁浩進 列斯奧、徐運傑、勒花、寧也、余偉廉 握手防線、埃華頓、硬、諾豐、嘉維蘭 前面是王威、迪高、基華、利頓 整場球來說 為何李文會踢得這麼辛苦 這個其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本身李文也是一隊主攻比較弱的一支球隊 主攻比較弱的一支球隊 再加上其實今天的場責 你很難完全發揮到基華利頓、艾華頓的速度 就算對面李小恆也好 一個變速其實已經差不多到底線了 一個每天或者九成時間都在這場練習的一個球員 他真正落到比賽場 你很難寄望李文的進攻球員或者是李文的球員 可以在短時間之內適應到一個擇場 這個也是為何有時候我們去看一些歐洲球會 為何去到一些比較低組別或者是一些比較窄 古舊的球場的強隊 往往有時候會踢得比較辛苦 草地質素是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很多球隊都用地面推進 草地質素不好 會影響到他們進攻的發揮 長澤、弱隊或者是打underdog的球隊 他們防守容易一些 你會看到李文一開始其實在中路那裡塞進去 20個球員 計算廢查 21個球員基本上都塞在中間的 很密 根本找不到任何空位去攻入港會的心臟地帶 射球遠射也很容易散中港會的球員 這就是一開始李文在上半場 比較弄得自己亂了自己的方全 港會當然他們深知道自己的實力 以及自己在這場可以有的優勢 所以你看到福寶羅、李小恆一左一右 其實也導致徐雲傑、納花寧 他們有相當大的壓力 你看到列斯奧有幾次被福寶羅 大家都年齡差不多 但是福寶羅也可以玩弄列斯奧於鼓掌之間 一開始 那你就會看到其實 港會已經充分地運用到他們主場的優勢 當然非道化 他今天在後面 握手著後面的防線也做得相當之好 廢查這場球也復出相當之神勇 我覺得上半場來計 兩隊球踢成軍勢是正常的 因為李文未適應到的場 另外港會也運用好自己的主場優勢 就令到雙方的差距收窄了 但是隨著下半場的局勢 光雙才入了球 他們開始由一個 可能都傾向會打一個主動積極的戰術港會 變成將領先優勢 希望可以保持著維持著 就開始向後縮了 有時候向後縮就不代表你 體能消耗會少些 尤其是在這些擇場 如果大家又踢開五人足球 甚至打籃球都會知道 但其實來回的頻率是很頻密的 你在這些擇場同樣也是 你的體能消耗一定是大了 你看到下半場出來 入了球向後縮 而李文那方面 他也已經懂得用兩邊的一些傳中 兩邊的一些爆破落底線 導致這個港會在門前有幾下風聲學略 但是可惜自己把握不了 那麼做得最好的一件事當然就是 這個就是換人的調動 曉明Sir 就是在81分鐘換了兩個人進來 一個就是阿哥斯達 一個就是鄭兆君 已經完全把戰局改寫 這個阿哥斯達一個腳面的傳送 造就了嘉維蘭的一個入球 然後再換了這個 就是張希賢進來 早一點換了張希賢進來 基本上整個 就是李文可以扔進來的進攻的球員 都完全扔進來了 那麽 而港會那個體力也都真的 完完全全 炸光炸正 你看到就是李小恆 福寶羅這些 去到後半段 基本上都是 完完全全發揮不到他自己的能力出來 也都真是他們很疲於奔命 還有真是有機會 七天還是八天三場 那他們那個體力的消耗都真的有 那始終 就算你說是任何球會都好 那個體能的消耗都真的會 是 用得很盡的 那再加上其實 很多港會的球員 都那個年紀主力都是比較大 那那個恢復呢 也都是會比較慢一點 那真是去到最後才奔盤的 那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場球 挺好看的 其實你看到 相對起過往幾個港會 好像 就是 收到命令 或者純粹上來 到此一游的心態 但是 今季港會去扔的資源 扔的那個 那個 就是 誠意 相當之足夠 那我不明白 就是 為什麼有些人要很強調 業餘球會 業餘球會 其實別人業餘球會都做得比你好 就是 他都做到一個 職業聯賽要的那個質素出來 那 不只是 屈 那幾支 我們所謂的 綁下游球隊 今天對著李文其實也有板有眼 就算之前我們看到他對著那些強舉 其實 都不失色 就是 不知道什麼 心態 但是 我真的覺得港會做足他們做的事情 在這場球 真的在那個體力那裡 稍為 就是 渣乾了 可以說 後面進來的汪雙才 雖然進入了球球 但是 你說 之後 有沒有一些很具威脅的一些公門 或者是一些貢獻呢 又稍為少一些 那麼 基奧 羅賓斯也進來 因為都86分幾中 結果效果出來 都 比較少 那反而 我覺得 這個 李奧 啊 李奧呢 他 怎麼說呢 他進來 就是 李奧整場 我覺得 真的 沒有一個 很 很 很 酷 或者是一個 就是 貢獻 組織 出到來 啊 很多時候 脫球都是他 那個位置 但是 整體來說 我覺得 港會 所有球員都 合格 可以的 相反 我們去看 這個 李文 我們 一開始 我都說 這個 李文 如果你 防守 搞不定的 就以進攻 去掩蓋 防守 的漏洞 失誤 或者弱點 那 這場 其實你說 他把所有人都放進來 的確可以 略為 做到這件事 因為 啊 這個 港會的體能 都真是 跌得很厲害 亦都 令到 港會 是沒有辦法 招架著 李文的 攻勢 關鍵在於 真是王威 這場球 正選 第一次正選 但是 在組織串連 那方面 或者是 鋪橋塔路 射門 就是侵略信 那方面 都不夠阿哥斯達 進來的十分 就是踢了十分鐘 來得有貢獻 那這個真是 公駕或者真是 一個 阿哥斯達 為什麼現在 都沒有辦法 取代的一個原因 那 顏樂鋒 去做防務 OK的 但是 中村有人進來 的確做到 組織的能力 都比顏樂鋒好一點點 那 再加上 就 這個 張希賢 入到來 就是 都是那句 港會黑聲 對嗎 做到 就是一個 功臣 這個也要 讚揚一下 這個球員 但是整體來說 我們要解決的一件事就是 呃 贏得舒服一點點的 這場球 這個也反映到就是 當別人 放了控球拳給你 因為 李萌是 很難 去做到主攻的 那個角色 啊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都 依賴 對手可能壓了上來啊 或者是打一些 嗯 快速反擊啊 那 憑著 紀華里頓啊 埃華頓啊 阿哥斯達啊 呃 加維蘭啊 這些 就是 去 打反擊 撕破對手的防線 但是 這場球 呃 一 給你 是吧 那個主導拳給了你了 那 也是 有少少 好像 不懂怎麼攻 那樣 那當然你說 紀華里頓如果 上半場那個 空門一早進了 那個結果 是不是又會這樣呢 那當然 我們沒有遇過了 但是事實上 我們就是看到 啊 要 真的 擺了所有 就是 進攻球員進來了 是不是 贏的體能 贏的身體質素 贏的能力 了 才勉強可以 反省到你 那這一點 都是 啊 如果要珍貫的話 啊 贏到大戰 贏到前列的 同級對手 固然重要 但是 如果 在 藥旅那方面 或者是 中下游那裏 失分太多 呢 在聯賽來說 也是一個大忌 所以 可能 啊 曉明Sir那裏 都要注意多一點 但是 整體來說 這場球 如果大家沒有看過 Live的 看回精華 我覺得 都是 值回票價的 啊 那 就 大致上是這樣 這場球 我覺得 就是 就是 略略和大家 說回這場球 我自己的看法 以及 就是這場球 的一些重點 啊 那 我們今集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那麼我們 就是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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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感谢观看